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快讯 我是天一,健康生活小百科 安全是厨房里面的头等大事 不拎锅作为常用的烹饪工具 是煎蛋烹饪早餐的最佳拍档 但近年来,有关于不拎锅的安全性讨论正在越演越烈 究竟不拎锅是否真的安全? 什么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致癌物? 怎样才可以延长不拎锅的寿命呢? 目前,不拎锅的涂层 主要是导邦公司生产的特佛笼 虽然特佛笼有耐高温,抗酸减的特性 但大家仍然比较担心 在高温烹煮的过程当中 这些涂层究竟会不会分解出有毒的物质呢? 正常的烹饪是不会的 在涉时260度以下,特佛笼都是保持稳定 我们炒菜的时候,获通常达到的温度 基本都是在200度左右 哪怕是油炸,一般都不会超过250度 所以市面上正规品牌在售的 400度以上分解量增大 475度以上的时候 分解的产物会有极少量剧毒的传佛二丁熙 而不拎锅在空烧的时候 就很快能够达到348度 涂层就开始分解出有毒的物质 人体吸入后就会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 醉合物烟无热 严重的就会引起毒发反应 例如肺水肿、肺炎等 无论不黏锅本身的质量有多靠谱 正确使用都是确保安全性 延长使用期限的一个重要的办法 而核心就是通过各种的办法 保护不黏锅的涂层 天一小提示 一、不要空烧锅 二、不要过热洗用 三、不要用金属橙 四、不要用钢丝球去洗锅 清洗的时候要轻油 五、不要用冻水直接去冲洗热锅 另外,如果真的不小心 不记得关火 导致烟雾弱的时候 记得第一时间去关火 打开窗口和抽油烟机透风 尽快离开厨房 而经过了超高温以后的不黏锅 天一建议最好还是不要用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多生活上的健康小提示可以分享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更多更详尽的新闻信息 请留意今晚六点更新的今日快讯 再会